前一日子有一个朋友问我 也是在采访的时候 就说 为什么海外的中国人艺术家那么喜欢墨 我就很正面的回答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国外 说的教育是西方的油画的 而且是你想从大都会博物馆到卢浮宫 哪个地方都是西方的文艺复兴 那就是一个高峰 我们就要这么去认为 那你的视觉美学学的都是西方的东西 当我25岁时候回来看中国艺术传统 我也觉得水墨画平平的 它的美在什么地方 开始是看不懂的 你真的去学了 你知道它的美学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它的散点透视 你知道它在时间和画面中 它的传播 它的血液 你真的进去了以后 你才深深地感受到 它跟西方的这些美学有多么不一样 我在12年的时候 在优伦斯 北京的优伦斯 当代艺术中心做了一个展览 叫空中墨花园 那是个20米长8米高的一个装置 我用1500颗鲜活的植物 用墨画成黑色 然后一半向上一半是倒挂在空中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 美术馆就请我做一些公共的一些项目 让大众可以进来 我就选了一个折子系永远金梦 梦中的牡丹亭可以是黑色的 就像我们的水墨画一样 黑色的牡丹亭 而且是倒挂着牡丹亭 既然是梦就可以让它颠覆一下 我们对园林那种理解 然后呢 我们就在底下一个三个人的一个折子系在里面 我就觉得非常美 那种有视觉张力的一个装置 再加上有现场的表演 和观众的张力就又不一样了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当时我跟这个演员说的就是说 咱们既然是一个当代空间 而且是墨的 还有倒挂的植物 你稍微简练一点 不用那么传统 他就说那不行 我们这个戏是完美的 我不能随便改 那我就觉得第一是敬佩 我们的艺术的一个完整 第二就觉得作为创作者 我就想 哦 是吗 那我就想试一试 有没有再创的空间 我就想找一个平台 可又有当代的一些视觉的展现 又能把传统中国美学的空灵展现出来 但又有现代的一种当代艺术的震撼 我觉得在晶圆里面很可贵的是 你看到它从无到有的过程 不是用传统布景白 而是说立体的一个花园 活生生的一个东西 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家 我想做的 所以我花了一年时间来探索 怎么做 我就想到用纸 想到用中国的拉花 用折叠 各种各样的方式 真的就旁边 落了一叠纸 打开就是一个花园 当它消失的时候 在你面前 30秒钟之内又消失了 这也像我刚刚说到的 我们的长轴花 它就放在一个罐子里面 一个轴打开 一个世界打开 和上 就是一卷纸 又可以收起来了 爱的话带出去都可以 随时看到这个山水 我是个创作者 我希望我东西是 别人没有做过的 我做新的尝试 我没有做过 每做一次都有 有我没有做过的东西在这里面 那我就想用我身边各种各样元素 我不是很在意说 这是东方的 只能在这儿做 西方在这个地方 就像吃饭做饭一样 你要做得自己舒服才好 中国文化在我认识中 可能是有限的 学一步 做一步 尝试一步 西方的东西我也知道是有限的 就是一步步往前走